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月月零股息 好 月月零股息 這當然方法很多種 對對對 那我們先提供一個比較正規的方法 好啊 好啊 來 月月零股息其實是這個 就我們以前 我在元大銀行 因為其實我的第二份工作 是在元大銀行當理財專員 那那個時候我們要幫客戶去配置一個資產 因為其實高額資產者 他們有時候可能又退休了 對對對 然後已經開始沒有工作收入了 那他們除了租金收入之外 他們會想要說 還有另外一塊也可以月月配息 月月有現金流盡的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們台灣的ETF 還沒有這麼發達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 我最常幫客戶配置的就是那個 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 出播聊財經的第17集 我是今天主持人Vivian 歡迎我們陳波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對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月子餐 喔 這個是有什麼含義是不是 第17集就是一起幸福的意思 喔 有道理 然後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係 喔 那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餐點先 好 那我們這家叫雙月食品社 然後他們的湯都非常補 OK 然後我們今天有點到的是 這是那個金鮮鱸魚蛤蜊湯 然後這個是干貝 雞腿 雞腿 奢華湯 對對對 為什麼今天手勢這麼復古 想來古裝去是不是 哈哈哈哈 老爺不可以這樣補 對 OK 所以兩個都是非常非常補的啦 老師可以試試看 這邊幫你準備了 OK 有這個 剛剛我說這個雞湯 這個是我說 跟我們Vivian聊到的時候 那時候我老婆懷孕的時候 住那個月子中心 一天六餐 哇 一天六餐 我們第一 二天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到第三天的時候 一天六餐來 雞湯一單上就快吐了 想要喝點別的 對 想要很清淡的 所以我來回味一下 欸 雞湯是哪一個 雞湯 雞湯是這個 對不對 乾貝這樣 我來喝看看 然後它乾貝給的份量都非常的多 有光你們這一碗裡面 就幫我用了六顆乾貝 那它的乾貝 不是大乾貝喔 是小乾貝 但是這個量真的很多 你看你隨便一到 就幫我招到六個乾貝了 那我相信裡面應該也還可以吧 那我現在肉眼看過去 滿滿的乾貝 所以這一碗湯匙要250塊是不是 對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不是 欸 我隨便講隨便走 超準 OK 有 新鮮嗎 而且它的 它不會很濃郁欸 它這個是算比較清爽一點點 清爽的 我也覺得還滿清爽的 我看你本來因為我把它想成 一定就是很濃郁 然後比較油膩一點點 但它完全不會 它味道是夠 但是它喝起來是清爽的喔 還不錯 不會濃到那種就膩了 所以這間應該是算滿有名的對不對 有欸 我看它們在那個評價上都 滿高 4.8星喔 那滿分是幾顆星 滿分是5顆星 好 那我們今天絕對可以給5顆星 對 因為今天喝的 對 今天喝的已經不是雞湯 今天喝的是壞麵 然後這個魚它是整條 就是一半的魚 都給你 超有味道 而且它是有蛤蜊喔 蛤蜊 它的蛤蜊味 很香 蛤蜊的鮮味比那個 魚的甜味更濃 對 以湯的味道來講的話 我也是喝到蛤蜊的味道 很鮮喔 非常非常鮮 非常好喝 哇 錄這一集太幸福了 因為我在吃正餐 我都一定要有湯 我是一個非常重湯的人 因為湯就非常補啊 米鹽啊什麼的 身體啊 我是沒有想這麼多 只是覺得吃飯一定要配湯 好 女生都想比較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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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好喝 這個雙葉5顆星 5顆星 滿滿的5顆星 推薦給大家 沒錯沒錯 那我們今天呢 喝這個月子才是 跟我們的主題有相關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 月月零股息 好 月月零股息 這當然方法很多種啊 對對對 好啦 我們先提供一個 比較正規的方法 好啊 好啊 來 月月零股息 其實是這個 就我們以前 我在雲大銀行 因為其實我的第二份工作 是在雲大銀行 當理財專員 那那個時候 我們要幫客戶去 配置一個資產 因為其實高額資產 他們有時候又 可能又退休了 對 對 對 然後已經開始沒有工作收入了 那他們除了租金收入之外 他們會想到說 還有另外一塊 也可以月月配息 月月有現金流進的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們台灣的ETF 還沒有這麼發達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 我最常幫客戶配置的 就是那個債券基金 哦 債券基金 對 那債券基金也有分成 那種既配跟月配的 那我以前常常會配一個 月配的債券基金 哦 然後可能就政府公債 配合一些投資 這個公司債 就政府公債加公司債 那說真的這個東西 其實對很多一般 投資人對一般散戶 他們可能會對 老實講對債券會比較陌生 對 對 但是其實我們台灣 這兩三年的ETF 推廣的算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說ETF這個東西 其實對我覺得 一般就算沒什麼接觸 投資交易的人 對 對 對 可能也會聽過 誒 可能去存個0050啦 存個0056這種ETF 它可能相對比較不容易擋 然後又有一個 不錯的現金流出來 也有不錯的這個 股價的成長出來 所以說 經過這幾年的 這個ETF的成長之後 我開始很認真的去找 有沒有辦法 用我們台灣的ETF 然後組合起來 讓它的效果 跟我以前在幫這個 以前的客戶端去配置 債券基金一樣的效果 就是月月 從1月到12月 每個月都有現金流 可以流進 那一直到今年 這個我們台灣的ETF 開始慢慢拔進 很多高股息的相關性的產品 然後到今年 總算讓我找到三檔ETF 到底是什麼 我一檔一檔講給大家聽 那它這三檔ETF 它是都是忌配的 忌配就是一忌配一次 喔 一忌配一次 對 所以說一忌 忌約是什麼概念 就是147 10月 這就是忌約 然後再來是258 11月 哇 那月份好痛 對 然後再來是369 12月 這個可能就難進 如果打麻降等 應該不會難進 147一條路啦 258一條路 然後369一條路 打麻將的 沒關係 阿BB人一看就很單純 可能沒有在打麻將 對 其實打麻將等 一天要147都會很敏感 對對對 但因為這個打麻將 沒有那個 沒有10 11 12這三個數字 但是我們的月份 是有10 11 12這三個數字的 所以說 其實要很好記的話 如果剛剛有打麻將等 就是記147 然後再加三個月就10 就是147 10月 然後258 11月 369 12月 喔 我知道了 對 然後把這個 所有的月份加起來 不就是123 4 5 6 7 8 9 10 11 12月 對 所以說這三檔 ETF它分別是這樣子 來第一個 我跟大家介紹的是 147 10月 它都會發出利息給你們的 第一檔 ETF是這個 我們的永豐台灣 台灣ESG 它的代號也蠻長的 叫做00888 00888 對 它跟我們一般股票 四碼代碼 跟只有四碼的代碼 是比較不一樣的 它的數字高啊 00888 五個數字 好可愛 但這個 這個ETF的這個 這個代號其實取得 真的也很吉祥啊 對不對 你你888 有沒有 對不對 你你 對不對 00888 台灣這個永豐投信八型的 那它叫做台灣ESG 那什麼是ESG 你就把它繼承 他們篩選出來的公司 都是比較重視社會責任 比較重視永續經營的 永續經營 對 那其實這種公司理論上 它都應該 你一聽這個概念 應該都是比較好的 其實簡單講 他們都是比較大型 而且比較正直的公司 對 那這種公司的好處 它相對比較不容易倒閉 對吧 好像是正派經營嘛 而且他們追求的 本來就是 這個很強烈的訴求 就是永續經營 這四個字 那再加上他們 又有配協的狀況下 我會覺得 這個是第一檔配置 00888 然後再來第二檔 是我們的這個國泰發行的 叫做國泰永續高股息 國泰 對 它是國泰投信發行的 對 那它也是想追求永續經營 那它的重點就在於高股息 這就是台灣人最喜歡的 那它的代號是00878 哦 它的這個代號 對 這個代號也算好聽啦 對 還有兩個吧 對 也有兩個吧 對 也算好聽 所以你看 你看剛才有14710月的 然後現在也有2581月的了 那現在就差一個什麼 差一個36912月的 對不對 第三檔ETF也跟大家講 先把一次間全部講完 第三檔是這個我們的00915 這是我們的凱基投信發行的 叫做凱基永續高股息 所以簡單講都是高股息啦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這三檔ETF 你把它都去配置起來的狀況下 而且這三檔ETF有個好處 因為它們都是相對比較 跟以前我們最有名的0056 這個台灣高股息比起來 它們都是比較年輕 比較後來財發行的ETF 那它的好處是價格會比較低 所以說會讓更多年輕的朋友 只要是這個有心 想要慢慢把你的現金流架構起來的投資人 你可以用比較低的金額去把這些商品 把它一個一個買進來 對便宜好入手 而且又穩定 然後又相對比較不容易倒 其實這是很多 真的我們所謂的這個對於理財 可能真的有興趣啊 想要理財 但是又不想花很多時間的 真的就把這三檔ETF 陸陸續續買進就對了 那老師有什麼時候是買進點是最適合的 好買進點什麼時候最適合 其實應該這樣講 比較適合 不能講最適合 最適合就是要買到最低點嘛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比較適合 現在就比較適合 現在 對這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今天台灣的這個股票市場 已經大跌6000點了 喔 已經從18000點跌到12000多點了 喔 簡單講已經 已經是真的已經是這個史上 可以說是最大跌點了 以前沒有跌這麼多 以前12682有曾經跌到2485跌 1萬點過啦 有比現在多嗎 欸比現在多 但那已經是民國79年的事情了 我好久了 民國79年你應該還沒有出生吧 所以在你出生之前發生的事情 那對於你而言已經叫做歷史了 那想當初那一年我也才8歲而已 對對對 所以說這個 現在已經很久 我們的大盤指數 我們台灣的股票市場 跟全球的這個股票市場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跌得這麼深了 真的 對所以說目前這些ETF 它目前的價格跟之前比起來 其實都已經相對比較便宜一點點了 對 所以說你說什麼時候比較適合開始入手 現在就是一個很棒的開始 沒有閒置資金的狀況下 已經可以開始慢慢入手了 而且你要知道這個經過複利的效果 其實你越早開始存錢 你就不要把這個當作是投資 你把它當作真的把它當作存錢 存錢 對 你也很多人會有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要把錢存在銀行 然後放在電存 其實那個是一件 我如果講難聽一點的話 那叫做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因為很慢生長 對 它的成長跟生長的幅度太慢 比什麼還慢 比通貨膨脹率還慢 哇 就簡單講 你現在可能還買 你的本來錢可以買這碗湯就250塊 你可能以後這碗湯 可能會開始漲價到變成300塊 對 這是所謂的物價膨脹了 對不對 那你如果在這樣的物價膨脹的 這個這麼快速的時代 你的錢還是傻傻放在 台灣銀行的定存 還有些人放在活存 我以前還認識一個人放在抽屜的 蛤 反正簡單一點 那要整個身上 他可能有小叮噹吧 小叮噹你可能也不認識 你認識的叫多拉A夢吧 我知道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叫做小叮噹 所以簡單點就是你把錢放在一個 它不太會長大的地方 那都是不是很明智的一個選擇 對 真的你像放在這些股票型基金 放在這些ETF 其實它安全性也夠高 然後又可以幫你有一個股價的一個 可能的潛在的一個成長的空間 對 然後再來它就可以幫你創造出 每一個月的一個現金流出來 你看喔 像你現在才幾歲 你應該才17 哦 現在才17歲 你現在開始慢慢一直存下去 等你看你搞不好你存個20年 你也才37歲 你搞不好就可以退休了 這個這個布列的效果 它布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驚人 你看在你存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你沒有感覺 但是等你開始慢慢 以後你開始出社會工作 一定也會有一個工作收入嘛 然後該花的去花 該享受生活去享受生活 但是一定要撥出一部分的資金 真的就是很無腦的 很無腦的 你就看當下那這三檔ETF 哪一檔最便宜你就去買 了解 對就這樣慢慢架構起來 你以後每個月都會有很穩定的現金流 你真的就可以很快就可以享受到 這個很美好的人生了 對還可以多喝幾碗湯 對還可以多生幾個小孩 應該多 對真的 所以這三檔ETF 我非常強烈的推薦大家 真的可以把你創造出很棒的現金流 而且還可以有這個資產成長的一個潛力在 對 沒有錯 分享給大家 沒錯 那今天我們很感謝陳寶老師 跟我們分享了那麼多這個 月月零股心 對 然後一起幸福的這個ETF 對對對 然後希望大家有學到一些東西 但是我相信真的是 要怎麼去投資這件事情 還是要上很多一些知識才可以真正的去 才可以去更好地掌握這些工具 真的 對像是當我們的吃播是希望給大家至少有60分的理財能力 你會說老師60分這麼低 很多人大概是6分 真的 怎麼說6分根本就沒在理財 更甚至很多人是他不但是沒有理財他是有負債 他連理財的資格都沒有還是負債的 可能他煮湯給別人喝 對啊 沒有煮湯給別人喝那個是好 煮湯給別人喝他是創造出他的這個他的德 知道嗎 對對對 煮湯給別人喝那個感冒很有錢 雙位的老闆肯定很有錢 對對對 最後跟大家講的事情是 理財這件事情在我們的吃播就給你60分 60分已經是一個非常高的分數 但是像剛才Livian講的 你想要來到70分80分 甚至可以更來到更高階層的理財 然後怎麼把這些工具用到更靈活 更這個更使用的更更棒 那當然就是要去參加一個比較正式的一些訓練課程 對還是真的得要上課才可以學習一下更多的知識 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感謝陳富豪老師的分享 那我們下集見囉 沒錯下集見 謝謝大家拜拜 欸老師 我這半年辛辛苦苦打工 吃了10萬塊 喔很棒 到底這10萬塊要怎麼讓他變得更多呢 好簡單講 你要讓你的這個錢進入到一個 最棒的投資組合 最適合你的資產配置 資產配置到底什麼是資產配置 喔這四個字講起來簡單 它那個真實海力博大精深 因為它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基金 包含了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甚至連債券 在這個時代都要把它包進來的 哇 對那你要同時在這個五大商品上面 做一個靈活的運用跟一個資金的配置 所以你要把這五大商品 靈活運用的好的狀況下 不管你今天資金是10萬50萬100萬 甚至500萬以上的大資金者 從小資金到紮 大資金的一個靈活運用的配置的狀況下 都可以讓你資產很穩健 而且安全的 而且比別人相對的快速的長大 哇 聽起來也太棒了吧 對 而且這個很棒的東西 這個很棒的東西 我還決定一件事情 我們決定 我們團隊決定在11月20號的下午 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並且我會在當天送出所謂的 懶人投資組合寶 哇 聽起來也太棒了吧 那如果想要報名我們這一個 資產配置班的朋友們 可以參考我們下方資訊欄 然後加入我們的LineActor 輸入111 會有我們的專欄小編回覆大家唷 那我們就限了50位 大家趕快報名起來吧 好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唷 我們下次見 沒錯 掰掰 我們下次見